请各位乡亲坐好 帮台湾机随时撤离准备 台风大雨特曝 中山区公所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协同消防局和警察局 针对山坡地住户进行疏散安置 行动不便的居民 也由救护人员后送 遇到天后状况恶化 则会进行强制撤离 那如果24小时累积雨量 到达这一个400毫米 那我们就会来强制撤离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演习 能够让我们的保全住户 加强他们的防灾意识 李明跟林长互动相互演练 也是我第一次带领我的林长团队 我觉得我很感动他们 愿意为这个里付出点点滴滴的血汗 台北市通北街118项 及146项山坡地老旧聚落 因为有建筑物紧邻陡峭边坡 过去在民国87年瑞伯台风 90年纳利台风时 都曾经发生山坡坍塌意外 每年防汛期前 公所都会举办疏散避难演练 包含警消 学校 民间团体 及建坛礼办公处 总计动员近200人 在遇到灾害的时候 他们可以透过自主的应变 做到自助 互助 然后再公助的部分 那整个疏散的过程 它都按照整个区里面的 一些应变的机制 落实在执行 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灾害 透过模拟灾害发生的疏散动线 前后总共演练四次 就是希望能够加强公部门的应变能力 同时建立居民防災观念 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